面对台湾少子女化趋势急剧恶化 政府寄出许多政策 希望能够促进生育 今年来各县市政府 大笔加码单次的生育津贴 2024年的云林万宝龙计划 更是加码到第四胎能够领13万元 催生政策当然不是只有一招 近年来0到6岁国家跟你一起养政策中 大幅增加公共化拓育的名额 以及增加每个月的育儿津贴和就学补助 大概托育这件事情 是要对谁去做好处 我看那小baby啊 他7点送来 8点接走 是不是11个小时 那回家就只有睡觉 他如何跟家长建立关系 就也没有衣服关系 我比较期待的是 父母可不可以早点下班 而不是政府提供那么长的延拖 近年来为了更全面的推动育儿友善 政府也鼓励企业成为让员工能够安心上班 也能够兼顾育儿的友善家庭企业 他们最喜欢的是我们的谈心工时 包括说我们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半的时间点 他们都可以来 那最早可以下班就是4点半到6点半 所以他们可以根据他们的一个需求 他们安排他们的 可能比如说父母和孩子接送啊 我觉得帮助很大 因为比如说我现在6个月开始要考虑供托 他的时间是有限制 所以我就可以很轻松去调配我们时间 对我而言我不会有负担说 我要去兼顾家庭跟公司 我要牺牲掉哪一部分 这个是企业的资产 它是一个整个公司的品牌形象 所以我们在说到这样的氛围 光他们得奖的这些企业 他生孩子的生育率绝对是比较高 这个观念的转变 我对企业来讲 对整个社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如果父母亲能够有一位 亲自照顾孩子 对孩子的成长发展是最好的 三十多岁的明哲 原本是资深翻译 在两个儿子陆续出生后 他与从事教职的太太 轮流请育婴假 当育婴假期满 他却选择不复职 当起了全职奶爸 他为何会做这样的选择 因为我小时候也是妈妈带大的 所以我就是觉得说 小孩可以自己带这样子 那当然我希望自己带的话 就要自己跳出来带嘛 不能说只是交给太太这样子 所以爸爸的角色我是觉得 带男孩子是很好 妈妈在的时候 他就会比较傻娇 或很多事情他会觉得 我不敢做 我不要做 我比较依赖 但是就是爸爸单独带他的时候 听说他就很乖 华人文化里面 对男性的一个角色 就会有一个刻板的效应 因为你觉得爸爸做不好 就不让他做 不让他去做照顾孩子 陪伴孩子 妈妈 你不让爸爸进场的 神队友变猪队友的 我认为真正的性别平权 应该是婚姻里面的两性平权 当太太愿意去工作的时候 我也应该跟太太一样 准时宜去带小孩 想办法去陪伴孩子 这个事情让太太能够按照上帝 给我的恩赐才干 我来决定 这个我认为才是婚姻平权 在育儿路上 除了育儿津贴补助 公共化托育 友善家庭企业 以及父母亲接投入育儿之外 学者也提出家庭生态系统 富育的想法 鼓励家族一起成为彼此的帮补 甚至也鼓励祖父母 一起成为儿孙们的安全网 以前是属于三合院式的 隔壁的叔叔伯伯阿姨看到 某某人啊 你们家的小朋友 已经在玩水了 赶快 那这种相互支持的系统 是在传统农村社会底下 非常绵密 关键不在那个 补助的经济的条件多好 然后反而是相互支持的系统 那个部分比较需要 我跟我太太都会乐意帮忙的 因为我知道他们自己不容易 他需要我帮他带 我会愿意 牺牲我一点点时间 我那个亲家母就已经 考好保姆执照 你们都尽量生 然后呢 他愿意帮忙带 我们就很感动 我们研究有发现 适时的托育 可以降低妇女本身的一个 急躁感 他有时间照顾好自己身心了 他陪伴孩子的品质是不一样的 除了家庭 职场的支持 教会也可以包含在 家庭生态系统之内 我们大概已经超过十年以上 我们对一些 比较辛苦的年轻人 当他孩子出生的时候 透过小组长就可以 向教会来提出申请 我们应该回到 耶路撒冷教会的光景 让弟兄姊妹感受到教会 真的是一个家 所以我们来成立一个爱心专款 大家奉献 很快大家都同意 他有这个价值观 那么在过程中 给他一点补助 是有帮助 我们就开始接触一些全职妈妈 所以我们就带着 这些我们教会的全职妈妈 我们就去关心 教会外的全职妈妈 我们把他们找过来 我们一起妈妈下午茶 好几个妈妈推着推车 抱着小孩 我也发现 我们这个走出去的过程 真的走进了好多妈妈的心 我们很多年轻人 他们不是在资金 很充裕的情况下 才结婚 不是在有房有车 有了一切才生孩子 我的协会就来支持 这些年轻人 每一队有一些的补助 让他们可以找到最好的摄影师 又用最低的价钱 可以勇敢的踏进婚姻 这个富裕系统 可不可以建立在教会 因为教会是我们第二个家 自己的家族家庭有缺乏 教会可以补足 要结婚了 其实不都是大家来帮忙吗 已经生小孩了 其实他很多东西不需要买 其实很多家庭都还留一些东西的 那其实他就可以贡献出来 让年轻人就觉得说 哇 都是钱 其实不用啊 都是爱 都是爱 只是让这个系统可以出来 当代年轻人对于婚姻家庭 生养下一代的却步 教会除了要带出 婚姻家庭美好的见证 提供经营婚姻家庭的工具 成为资源上的帮补 更要成为心灵上的支持 扶持年轻人 建造 生养众多的下一代 以上是Good TV 新闻中心 专题采访报导